同为这个三线城市啊 这个福建的三线和广西的三线 差距有多大 我们在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大家猜这边是这个福建的三线 还是这个广西的三线 哇 整个这边都是高楼林立的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应该是福建比广西还厉害的 但是如果跟别的这个银海大城相比的话 福建感觉好像 又是比较路厚的 比如说像哪一个 广东 它的GDP是这个全国排第一的 二年二年有这个 十二万多 多亿啊 排名第二的浙江也是有十二万多 排名第三的这个山东是有 八万多 江苏是七万多 福建这边就直接跌到了五万多 它就没有排到第五了 它就排到这个第八了 排在这个湖北省的后面 它一个广西就更远了 到二十多了 它好像只有两万多 所以说这个福建的三线城市啊 它这边是普遍 这个城建的感觉比那一个广西那边的三线城市 是要震撼一点的 震撼一些啊 你看看这边 道路都修得非常的快 然后这一个高楼也都是异常的多 然后这边 全部都是高楼啊 它这边应该原来也是那种 偏城镇 偏农村啊 郊区的那种模样 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哇 已经变得相当的不一般了 这说明这个 福建还是 相当的有钱啊 赚的钱还是相当多 不然它也见不起 这么大片的这个城建 这么好的这种城建 它那一个广西的三线城市 比如说柳州那边 我感觉它那边就是这一个 三线城市该有的模样 有高楼 也不算是特别的多 然后这一个 街道呢 这个说老不老 说行不行 说就不就啊 那一个 整个城市的风景的话 感觉肯定是不如这种 城建的震撼程度 肯定是不如二线城市 省会大城的 但是福建莆田这边的话 哇 你这一眼望过去 你说实话 你还感受不出来 这里是这个几线城市 但是啊 要是论这种超高层啊 它这个 三线的莆田啊 这边还 比不上柳州那边 因为柳州那边的这个 最高的楼 是当地的 帝王财富中心啊 有303米啊 哇 这个相当厉害啊 一个三线的城市 有300米以上的高楼 它这一个 普遍这边就没有啊 普遍这边虽然这种 看我看这种 高层住在楼好像特别多 但是那种超高的 写字楼比较少 它这边最高的话是 阵容的 阵容财富中心 都是财富中心 一个是帝王的 一个是阵容的 阵容的话是 200米啊 200.5米 200.05米吧 好像是 就200米出头 而且好像还没有修好啊 修了很多年的 一直没修好 在那边放着了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阵容的话 它在这边好像投了 很多房地产 应该说 来说的话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这个 它那个 就在这里啊 可以看得到 就这里啊 看见没 那一个 上面还是空的 框架 其实就是它最后一点呢 把上面一封 然后再把这一个 木墙一装 基本上就算完工了 内部装修的话 其实可以外包给这一个 要在里面入宿的人 当然统一的基本装修 肯定还是要装的 相比它的主体工程 应该算是比较少的钱了 但是又是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修啊 它这边 这边也是在建设当中 后来这边估计又是要建起一片这个 高层自载楼 跟整个这两边的连成片 现在还没有连成片 它那边还有一栋楼 反正是拆迁户 还是这个拆迁当中 可能还没弄弄啊 它整个这个城市啊 发展的是非常的迅猛啊 那你五年前来 它这边可能是另外一幅模样 五年后再来看这边 你看这边 这又是另外一幅模样 所以不得不感叹 这一个普天的成见速度啊 真的是远超想象的 那一个广西柳州那边的话 它也有建新城区片区啊 但是不会像它这个样子 太夸张了 一下这个建肥非常大一片啊 往这边又把这个新城区 酷了很多啊 从这个GDP上来看的话 这个普天人也有钱一些啊 它的总GDP二年是3116亿 柳州是3109亿啊 感觉好像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算人均的话 这个普天人就要有钱很多啊 普天的话是382万人 人均的话是9.6万啊 人均GDP啊 柳州的话只有8.4万 7.4万 因为它那边有400多万人啊 410应该18万人 比这边多了差不多整整100万啊 所以这个普天人 这边人是要有钱一些的